这辆奇怪的火车一百多公里的路程 票价只要四元 做完全程也只要二十多元 他不需要捡票 没票就上车再补 像做公交一样 偶尔也会有付不起票价的 列车长也就白白手说 算了 这趟车好像挣不了什么钱啊 做他的乘客大多是当地老乡 有返校的学生 有背着自家蔬菜去赶集的 甚至还有带着积压生畜上车的 往往没到目的地 他们就做成了急闭生意 我有些愣住了 心想这还是火车吗 这更像是一个移动的菜市场啊 但我没想到这是一辆扶贫列车 列车长告诉我 这趟车运行都快五十年 这些连高速修好了 机场建成了 去年高铁也通了 但这辆车的价格从未变过 他每十二分钟便停靠一次 沿线老乡通过他运送农产品 到附近的县城贩卖 因为每站都停 所以时速最高也就四十公里 对于那些付不起票价的 列车长说他们有的是家里现在的蜘蛛 有的是家里未来的蜘蛛 我们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吧 我说高铁通了 他会不会停运 列车长说 五六三三次永不停班 我有些枉然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我们一生都在这里寻找的幸福 也许对他们来说 就是那天出去满满的一倍都 能够空着回来 四十公里的列车在大山里穿梭 五六三三或许是全国最慢的列车 混杂着深处烟酒的闷热气味 充斥着小孩的打烙 听不懂的方言 但他不会拉下任何一个想看看外面世界的旅人 这辆车带他们走向更大的城市 也帮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凉山不凉 怕很暖 导演 导演